這是之前舊的水雕毛 感覺它比較粗一點 可是它的形狀就比較異形 壓的形狀就比較不漂亮 彎度跟捲度就沒有那麼漂亮 這是新款的水雕毛 它比較細一點 但是它形狀會壓得比較漂亮一點 那大家在想說拔起來會斷掉 有一些會有這樣的狀況 比如說這根就變短了 因為它的根部就有壓斷 那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多會出現在比較短的睫毛 因為它可以壓 可以讓它黏在這個背膠上的面積比較少 所以它比較用力的壓在上面 所以可能比較拔的時候會導致斷裂 那比較長的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會比較漂亮 它那捲度其實很OK 所以可能8、9、10、11這四 四款會比較那樣的問題 其它13、12 我覺得就很OK 雖然比較起來它好像還是比較細一點一點 就是11 那會比較少分岔 但是它的尾部會比較多這種雙頭的 這其實也不是不見得好結 像這支就又斷了 所以它又變短了 就是它壓得比較用力 比較用力 這支也是 短的 這樣 這都是 所以它就會在根部這個地方 比較黑這樣子 當然有時候是本身廠商 它在找起場的睫毛沒有那麼平均 所以有時候它是放短的下去 那你在假接就自己斟酌 我是覺得還好啦 也是可以用啦 不良綠因為是天然的 它就一定會有 那一次是還可以 然後10的看看 比較細會比較難夾一點 那你們在夾的話 就不要硬要夾一根 你會覺得很難夾 這個骨頭 骨頭進去 拔到睫毛你就往上拉 這樣會比較好整 打的時候要在幾分之幾處 下面三分之一處啊 這個老師有教過了 我們上課都有教了 你拔到它上面 它就會容易斷掉 你去點膠它下面會滑 你拔到它下面 你在沾膠的時候就會 沾到你的夾子 然後是這樣 然後每一V每一V的品質 就是 就 很難去控管 我們會盡量跟廠商去做要求啦 但是 比較 是不是人工的 比較 比較少去 很難去 維持 有人 有人說這批的吸捲度比較翹 比較翹不是比較好嗎 我覺得還好 不好接啊 我覺得還好啊 這樣的捲度 比上次那個翹攀天差很多 它有比較平的啦 OK啦 跟那個 原來的以前的 像這個也是C捲度啊 那他們的翹度呢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比較短一點點 等一下比較一點 誰比較短 新款的 還是比較細總共覺得它比較短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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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根都是算斷掉 雖然比較細 那舊款的它的比較多問題就是會有這種小尾巴 那它有時候一拔就好幾根 是因為它壓得很鬆 一個太鬆 一個太緊 壓得很鬆 它的背膠沒有很黏 它的背膠沒有很黏 所以它一拔起來有時候就好幾根 這樣 好它沒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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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